火死人黎明 阿娜是一名护士 这天她下班回到家后和丈夫在床上聊天 接着做起亲密的事情 第二天丈夫提前醒来 发现女儿站在门口 她刚想抱起女儿时 看到女儿嘴上全是血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女儿咬了一口 被咬之后的丈夫开始变异 发疯的往阿娜山上 阿娜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逃出了家门 她刚走到大街上 才发现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混乱 大街上全是丧尸 于是阿娜赶紧开车逃跑 突然撞到树上混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遇到了警察大黑 天然哥和她身怀六甲的妻子 以及麦克 他们五人准备一起去百货大楼避难 这时麦克去检查商场的大门 突然冲出来一个丧尸 麦克拿起一根棍就刺透了丧尸 他们五个人赶紧乘坐电梯 来到了二楼躲闭 没想到商场里还有三个宝 大毛 二毛 三毛 他们让阿娜等人把武器放下 才能进入商场躲闭 为了活着 他们几人只能先上交武器 而麦克提出建议先别出去 然后在房顶上画出救救信号 可当救援机飞过他们头顶时 救援机并没有看到他们 晚上大毛为了保护商场的财务安全 于是把麦克几人给关了起来 第二天阿娜就要接上厕所的理由 请他们把他放弃 现在三毛帮阿娜出来时 三面突然开了一辆大卡车 麦克大黑还有黑人哥冲出去救人 经过一片混乱 他们成功救出了卡车里的八个行星车 来其中有一位被丧尸咬伤的看见 阿娜眼睁睁的看着他变一车丧尸 阿娜便想解决了他 于是他们发现人类 只要被摇上就会变成丧尸 而上上的对面的楼上 也有一位行存者 他取着牌子和大黑的对话 还时不时的用枪打丧尸 另一遍黑人哥的妻子 其实也没丧尸 但是黑人哥为了保护孩子 没有说什么 他偷偷的帮妻子结伤 妻子刚生完孩子就变成了丧尸 而生下的孩子也是丧尸 这一幕没个老弟兄发现 他开枪打死了黑人哥的妻子 黑人哥和老弟兄 也互相打了个一枪 都脸了好 但是商场提变 同时也有好几个队友都脸好 大家觉得不能再这样会以来变 于是他们开始改装汽车 并丢下了对面楼的行存者 可改装汽车需要时间 对面的行存者已经饿得不行了 于是大黑又一个女人的一条狗 让小狗去给他丧尸 他们想到狗的女主人追了上去 而对面楼那个行存者也不幸被咬了 就这样人没救出来 已经有好几个队友都变成丧尸了 并且他们还被大乱的丧尸包围了 大黑见状赶紧下车就人 不过只救出了黑人哥和三毛 其余的全死了 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马上 刚要上船又来了一个丧尸 大黑则牺牲了自己 而麦克也被咬了 上船后也开枪自杀了 现在只剩下阿娜的几个人 他们开往一座小岛 他们气到那里没有被感染 可刚一上岛 就又冲出来一大群丧尸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和其他的丧尸片套路是一样的 但这个结局是开放式的 其他几人登上了后 死没死 你就不知道了 同时影片的整体效果不错 剧情紧奏 真的推荐